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看世界 好 崭新观点看世界 今天非常崭新的不同的角度 林楚音小姐要继续跟我们做视野的开放 好 楚音早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楚音 谢谢楚音 我们上上个礼拜你就提到说 你这次去韩国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发现 那个时候只是做了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介绍 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脸书上会看到好多产品 各位我们不是在那边做市集铺子 我们是在做一项很特别的韩国的文创 它的文创是跟慈善放在一起 楚音在放言上写了这篇文章 叫做这个厂牌叫做Merrymond的 对 时尚厂牌 让慰安妇沉重过往 持续被关注 而且是用比较这个 有创意而且 比较让人家开怀的心情来看待 这Merrymond的是英文啊 为什么韩国品牌都用英文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推国际化 对哦 而且因为他们也是拼英文字 所以像这种英文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英文 它应该是个自创的 你今天连衣服都跟Merrymond的有点配合 因为他们很喜欢漂亮的花 OK好 对 这个Merrymond的 它是原来的时尚品牌 它是一个在2012年吧 才被创了一个很新的牌子 那楚音最有意思是 你很早就注意到Merrymond 但是你不知道它跟慈善之间的关系 对对对应该是说像这个气垫粉柄 现在各位看脸书 对 这个气垫粉柄是韩国的一个彩妆品牌 跟他们联名的 那我当时其实是喜欢它这个三茶花的图案 所以我就买了 香蓝耳的三茶花 对 我那时候我其实有注意到 它底下就有这个Merrymond 然后我就买了 这个大概是去年的时候他们出的 这个包装很漂亮 对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图腾 就两个 对 我今天只带了一个 然后后来呢 我又在网络上 夏天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 这是行动电源 行动电源 对 手机用的 但是你只给我推开啊 它就可以变成 对我们镜头 啊 你好会买东西哦 林主营出国真的很会shopping 好 但是呢 基本上它都是联名 也就是说它跟别人合作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奇怪 这个充满了漂亮花朵的这个厂牌 这个牌子哦 就是到底是什么牌子 但是我其实没有去细旧的原因是英文 这是Merrymond的 联名 就不是 也不是他们他们的 就是你如果上他逛逛找不到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去细旧 因为其实我不懂韩文 嗯 我只懂英文 嗯 所以我只是觉得 哎 这个牌子都出漂亮的花 蛮适合我喜欢花花的种 是啊 然后呢 直到我今年就是 因为本来是要去北海道 结果遇到北海道大地震 所以就临时换到首尔 那刚好有一个好朋友 她的外甥女 在梨花大学 就是首尔非常有名的这个女子大学 就读 那么她就邀我一起去玩的时候 问我说 哎 姐姐姐 有一个叫做Merrymode的这个品牌啊 在特卖 你知道这个牌子吗 嗯 我就跟她 我就赶快翻出我的分明 说是这个吗 嗯 她说哦 姐姐你知道啊 这个牌子是一个公益品牌 她就对我报以一种说 原来我也关怀他们韩国慰安妇的议题 嗯 她说这个议题很红 很多年轻人喜欢 我才知道说哦 原来它是一个公益品牌 哦 而且它是为了 就是关怀慰安妇 所以这个女孩子 她其实是台湾人 到韩国梨花大学去留学 嗯 因为你早先买了Merrymode 这表示你内心DNA深处是 非常具有公益情怀的 她对你的这个尊崇地位 就特别这个 呃 佩服了不是吗 这位妹妹 对 然后她就问我说你 因为我一直告诉她说 我觉得这个花很漂亮 嗯 因为她的花主要是 山茶花跟木梨 可是我觉得你很聪明啊 你还知道你买过这个Merrymode的 这样的品牌 跟这样的一个标志 因为她的花色 就是让人家觉得 对对你看像我像我的手机 那手机这个是这次新买的 这是让人家联名的 嗯 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朋友买的 我跟她借的 像这些就是Merrymode的跟韩这个 这个是Merrymode自己的 嗯 ok 对等于是说你看她出的东西就是 手机壳 所以Merrymode的 所以Merrymode是一个品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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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也会跟人家联名 然后像这个是她的钥匙圈 嗯 然后有还有 呃布包 韩国的年轻人 很喜欢杯 尤其是大学生 嗯 这是你这次买的啊 对这次买的 ok 所以呢 那个那个梨花大学的妹妹跟你讲了之后 你们就到Merrymode的 特换卖会 那天刚好有一个类似像Summer Sale 嗯 ok 对然后我到那里我才发现说 诶 她的销售员其实都是年轻的像大学生一样 嗯 然后因为我们在那边用中文聊天 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观光客 嗯 他们倒是蛮惊讶的 嗯 对 然后她就用英文过来跟我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个brand 嗯 然后我就说哦是我朋友带我来的 嗯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你的朋友应该告诉你这个品牌 嗯 为什么而生 嗯 然后这个品牌的那个图腾 到底是怎么来 因为我有告诉她我很喜欢这些flower 嗯 然后他们才告诉我说 其实这些呃 产品上面的花朵 嗯 当然这个都是已经经过专业的产品设计师去 重新嗯 再做一些设计 这是你这次买的 对这是我这次买的 嗯 这是手机壳 嗯 对 那么其实这些花朵的原型 是在二战的时候 韩国的慰安妇奶奶 他们后来事后再接受一些 他们所谓认识 认识叫做花园治疗或心理治疗 嗯 比如说他们画花 嗯 或者是花那个做鸭花 嗯 那么去把他们内心的一些以前过去压抑的 的过去 嗯 比如不愿意回忆的那些 精神上面的折磨 转化成漂亮的花朵 那当然这些花的呃 画法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商品画之后 它被重新的结合的非常漂亮 哦 但是这些花是他们当时画的 哦就是慰安妇奶奶们 嗯 他们呢所做的 是 然后这个Merrymont的把它 嗯 结合 结合授权的时候之后 嗯 对 因为在我在放眼的文章上面 我有特别 就是找了两位 哦有两个奶奶 慰安妇的奶奶 嗯 那么其实上他们最主要的一个是 山茶花 嗯 一个是木莲 嗯 嗯 那其中有一位呢 这位奶奶 其实他们的名字哦 说实话我真的是 必须要看一下我自己写的文章 小抄 嗯 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位叫做 李德顺 嗯 那一个叫做金福东 嗯 那他们其实是用了很多很多人的画 他们只是找了这个 就是说 哦 这些奶奶们 他们大概画的就是木莲啊 山茶花 嗯 或者是盛开的 就像玫瑰或像杏花 嗯 这样的东西他们会拿来用 那么主要就是他们在陈述他们的故事 包括像 有一些慰安妇奶奶是年纪很大高零九十了 嗯 每个礼拜三 他们在首尔还是有那种慰安妇的机会 跟抗议 跟日本人抗议 嗯 希望日本人对他们道歉啊 然后说声对不起啊 嗯 之类的 那么另外一个慰安妇奶奶是 就算是他已经年纪很高了 但是他当时是有到日本的法庭去出 哦是 就是去说他自己的故事 嗯 那 基本上他并没有强制的说你去买我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逼迫你就是知道他们的故事 嗯 他是先用漂亮的商品 像这样子 就 而且他是非常女性化的商品 嗯 那漂亮的花朵跟土台 那他 玫瑰曼德他们呢 做这样的 啊 商品 他的结合出来的工艺的营收 怎么处理呢 呃 基本上如果你上他的官网他就会告诉你说 他每年的营收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他们会来做公益 首先就是其实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还是普景会的时候 呃 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在处理慰安妇的这个议题 嗯 所以当时当然就有引发一些风潮 那么他们就会比如说抗议啊 或者抗争或是一些集会活动 玫瑰曼德都会出钱协助他们 嗯 另外当然就是因为主要是慰安妇的关系嘛 嗯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妇幼的议题的部分 哦 但是像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介绍他 我们已经先把慰安妇的命题放在那里 嗯 那我当初想写这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基本上早在我今年九月中去首尔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这个牌子 嗯 但当时因为我不懂韩文 嗯 我只是觉得说这种很漂亮的小设计 包括他有T恤啊 背包啊 手机壳啊 钥匙圈啊 甚至笔啊 笔记本啊 日历 就是那种小女生的浪漫 生活上的都有 对 生活杂货 楚音因为我们也你也跑政治新闻啊 就说像这个梨花大学这个台湾的留学的妹妹 他跟你提到这个品牌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第二就是在台湾你如果做一个跟魏安妇有关的文创产品 还把他做这么公主化那会不会有人骂说你在消费人家这个韩国的消费者是怎么看待呢 这个这个其实是很不同的一个反应吗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概念的转换比如说像他们这个品牌的意思他是一个西班两个西班牙字 一个前面的那个M-A-R-Y其实他是一个西班牙的蝴蝶 哦是蝴蝶 然后另外呢M-O-N-D是从这个Alan Blossom就是杏花绽放 花开放 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位女性都是一朵漂亮绽放的花朵 嗯又或者是迎风这个展示的蝴蝶嗯 其实都是需要被珍惜的哦 被珍贵的嗯 而且就是像花一样美丽 OK好所以这个是他的比较象征哈这个少女情怀的 是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花朵的一个购物袋 你去爱一个女生或者是你是身为一个女生你应该以自己为柔 好还有 自己的任种角度的美丽 说的也是 所以韩国他们会认为是说当你关心或重视女性的时候 那像慰安婦这样子这么不尊重女性的一个事件 嗯包括把女生抓去做军纪嗯然后去虐待他们嗯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重演 所以他他本身我觉得已经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 嗯就是说嗯如果你去喜欢这个品牌嗯 你就会去知道他背后的问题 某种程度你也是拥抱这些人的过去是 从悲哀中化做一种积极的见面的能量哦 所以他这个这个钥匙圈其实这两朵这个花就是Merry Mond的他们采用的对两位慰安婦奶奶其实不止他们的作品 不止两位只是说我在文章当中挑了两位来写 所以大家他让慰安婦走出来意思这样对 所以说你看他的图腾每一个长得不是那么的像 因为他有很多的慰安婦奶奶然后他们当时只要是比较好的作品 他就会跟他合作好这是一种概念啊就是说哈这个让慰安婦事件永远呃存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而慰安婦奶奶也是勇敢的诉说他们的过去然后拥抱他们的啊这个人生生涯当中 这个最后被社会认同的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好我们立刻回来咯这篇文章 时尚MerryMond让慰安婦沉重的过往持续这个被关注当中啊 那他处英在放言上写的这篇文章激起了非常多人的回响 我们在做很多公益活动的时候呢怎么跟他商业化 因为商业化才可以让世世代代对他也不会商业化可以跨越仇恨分离 还有跨越年龄的界限 对啊很多日本人应该来买啊这个也许他们买了他们没有知道 观光客买的时候对或者是他买的时候内心也有某部分的救赎也不一定 当然我们讲这两个自由太沉重了一点 在台湾我们的慰安婦也持续被关注当中 而且前一阵子还有一个安妮展啊这个也做了展出啊 那目的其实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从黑暗跟自我禁锢当中走出来 这才是慰安婦这个历史对于所有的女性跟被迫害者 他的一个给最高度的启发 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很这个设计不一样的购物袋要给大家看 你看回来咯 好 展新观点看世界我们看到这个 处英呢在这个韩国工艺品牌啊 这个用伤痕累累的未安妇的过去 然后让他们迎向一个灿烂的花朵蝴蝶一般的人生呢 这个来传递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 那这篇文章呢这个写得非常的长啊 处英的这篇文章在放言上面这个点阅力很好 而且很多人都有回想在讨论 其实我还没有跟我们的政府官员们来讨论这些事了 好 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如果这样做 可能比较不会被骂 其实也不错哦 对啊 但是寇景你刚刚问我说 为什么年轻人会知道 韩国人以前知道这个平台 对啊 这个妹妹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我有请这个妹妹还有我自己 我们在韩国的网路上找了一些图片 比如像这个是现在韩国非常红的那个女演员秀智 她当时手上就是拿了一个这个印花的手机壳 被媒体捕捉到说 哎 这个漂亮的手机壳是哪里来的 就有点类似这个 或者像我的这个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是底下是他们的这个偶像团体 对 BTS他们的成员穿了这个 这个I marry more to you 就是他们的slogan 哦 是 就是我视你如这样放美丽的花朵 对 然后像这个是他们刚刚下档的一个韩剧 叫做我的ID是江南美女 她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大丑女 在进大学的时候 去首尔念大学 她大变身 成为变成一个大漂亮的大美人 从大丑女变大美人 她背的这个也是就是 呃 Merry more的包包 嗯 那其实她这个背后的寓意就跟慰安妇很一样 很多慰安妇奶奶 她们这一辈子因为过去的伤痛 嗯 她们是隐藏她们的过去 她们没有让人家知道以前自己不堪的样子 嗯 所以当时背这个包包的时候 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嗯 就是这个品牌跟这个故事 有一点点雷同的地方 哦 就是一个女孩子不喜欢自己的过去 她要隐瞒起来 嗯 后来她怎么样去面对 嗯 嗯 所以都是T恤啊 嗯 手机壳啊 布背包啊 她很厉害 她可以用这几个字 然后就寓意深厚了 对 I marry mom you Merry是蝴蝶吗 那是绽放 嗯 嗯 就是她也不要用我爱你或怎样 她自己赋予她一个新的命题或生命 嗯 好 所以她在 哦 最有名的这个 对 她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 她的T恤 而且因为她那个综艺节目叫做两天一夜 嗯 就这两天一夜 你把她去旅行 她就穿了这个T恤 嗯 那时候大家就去讨论 所以年轻人就会开始关注 为什么这些偶像idol们用这个牌子 嗯 所以我们与其去啊 讲这个啊 过去的事件用 用仇恨悲伤 或者是 激情 对 不如 悲情 因为要不然年轻人就不想看嘛 对不对 对 我们这个还没展示 对对对 这也是Merrymont的 对对对 所以她的logo大概就是你看 寇姐 她就是这几个字 哦 I Marrymont you I Marrymont you 就是我绽放你 我飞翔你 我跟你一样 都是蝴蝶一般美丽 嗯 这个还没讲 哈哈 这个是他们在 今年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得到青龙奖 就是他们等一下 就像我们的电影 的这个所谓的 金马奖 金马奖一样 嗯 他们得到最佳导演 跟最佳女主角 就是这一位 嗯 这个老奶奶 对 老奶奶们 就是老奶奶本来是一个 搞怪的老奶奶 很爱找人家麻烦 嗯 最后她跟这个公务员 产生了这个跨世情缘 就是 所谓情缘是 忘年之交 嗯 她教她学英文 嗯 最后反转是 这个奶奶 前面是个喜剧 但是最后奶奶呢 学了英文 到美国去 嗯 完成她好朋友的心愿 她这个好朋友 跟她一样 当年都是未安妇 你本来以为 她是一个喜剧 我觉得她有点破梗 啊 但是 他们前面是 前半段都用喜剧的方法 用嘲讽的方式 觉得这个脑奶 根本就是找麻烦 鬼怪奶奶 因为她的过去嘛 对不对 对 但最后你发现原来 她其实是一个未安妇 她隐藏了她的过去 导致她可能很孤僻 她没有朋友 然后她很喜欢路见不平 她觉得她看到 不爽的事情 我就要告发 就是那种 你知道举发狂魔 哎 可是我觉得 你讲了这个故事 让我很感动 我是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我觉得 他们对未安妇的 啊 转型正义做的 真的 超有创意 也超有真正的情感 对不对